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城市的中级法院 出现了大范围的贪腐案件 一名院长两名副院长 以及三分之一的法官落马 数百律师被牵连 一时间这个城市风声鹤唳 有个法官发烧待在家里 待了一天 第二天马上就有消息传出 说他被双规了 所以那一段时间所有的法官 都不敢请假 市委决定选派一名连接的官员 当院长 选谁呢 就要求市委领导推荐官员 但是谁都不敢推荐 为什么 因为当今社会无关不贪 谁能保证自己推荐的官员将来不出事 最后没有办法 市委书记就让集委书记推荐 但是几个月过去了 仍然没有人敢接吧 最后啊 市委书记决定 让集委书记走马上任当院长 这个集委书记临近退休 但是他一直觉得自己仕途不逊 所以当他被任命为院长的时候 他内心还有一丝窃喜 他按下决心一定要打造一个青年的法院 从反腐畅明入手 说不定了 他还有新的未来 所以一上任呢 他就高调反腐 他做的确实与众不同 第一个呢 他上央视 接受访谈 接受各种媒体的访谈 总结啊 这个法院原来出现贪腐 案件的原因 然后呢 说啊 他将采取哪些反贪的举措 所以那一段时间呢 他被誉为反贪院长 他有很多反贪的招数评出 第一个是召开联政大会 大家说 这个联政大会每年每个法院都召开啊 但是他的会啊 可是与众不同 他邀请所有法官的妻子参加 他语重心长的 对这些妻子们说 为了家庭的幸福 他们应该监督他们的丈夫 对他们的丈夫啊 要做何东四吼 所以当时这些法官丈夫们是坐立不安 没面子 他不久了又出来一招 每天晚上查人通过电话来查法官 院长电话 副院长副院长电话 庭长庭长电话 副庭长副庭长电话 法官 看这些法官是否在家 因为他认为 只要法官不出门应酬 应该贪腐的机会会大大的降低 加上每天打电话相当于提醒啊 可谓警钟长鸣 但是不久啊 有一个现象 他的确超乎了他的预料 法院所有的法官都取下了坐机电话 都使用手机电话 所以这一个中院成了全国唯一法官 没有坐机电话的法院 有一次啊 市长介绍一个开发商来反映案情 他呢 带着这个开发商找到了承办法官 开发商一见法官啊 逃进地上的香烟 这个法官刚刚准备啊 抽香烟的时候 他突然大吼一声 不许贿赂我们的法官 法官一惊 手中的香烟落地 所以啊 他在反腐畅连上啊 确实想了很多的办法 有一次呢 他与政法委书记 到第四周去协调案件 当地一家企业的领导接待陪同 晚上他正在宾馆睡觉 突然房间的门开了 应该是晚上两点 他本来啊 因为长期搞急剪工作啊 长期办案 他睡眠不太好 醒了 他想是不是遇到了小偷和劫匪 很紧张 他偷偷地睁开眼睛 发现近来两个人 一高一矮 都拿着手电筒 他们干嘛呢 他很紧张啊 有点恐惧 高个子的取下了他的西服 矮个子的拿起来的皮鞋 然后很快 他们把西服皮鞋还原 他们离开了 他就赶快爬起来 查看西服和皮鞋 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这就怪了 这演的是哪一出呢 第二天他没自身 他们的车啊 就开到了另一个城市 的交界路口 这个时候政法委书记下车 他的秘书啊 从车的后备箱就拿出了 一套崭新的西服和皮鞋 说是企业领导送给他的 政法委书记一试皮鞋和西服都大了 政法委书记就生气 就骂这个企业啊 不会做事 哦 这个时候他明白了 因为这个城市有一个著名的西服 生产公司 接待的企业领导业里就安排采访和皮鞋匠 为书记量身定制西服和皮鞋 只是由于他与书记临时更换了房间 所以闹了个乌龙 但是这个事啊 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气派 这才叫关系 你看人家马屁拍的 这才是当官啊 不久了 他又遇见了一个棘手的事 该市啊 决定建第三行站楼 决定了设计方案啊 全球招标 然后邀请了很多专家来评标 结果就出来了 美国一家公司中标排在第一 后面第二名第三名都是中资企业落选 负责航站楼建设的官员啊 就很高兴啊 认为很圆满 邀请市委书记为方案的把关 本来呢是想讨好市委书记 让市委书记啊 能够表扬他们 谁知呢 市委书记看了以后啊 他说了一个新的方案 他说啊 这个第一个方案呢 确实很好 第三个方案也不错 如果把第一方案跟第三方案结合起来 那最好 书记的话呀 这就让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因为这是不同的公司 第一名呢 还是美国公司 大家知道美国人啊 可能协调起来就很难 因为这些老外很较真 最要命的是这个中标 结果已经公布出去了 最后呢 没办法 杭站楼啊 筹备委员会就召集很多 法学专家来商量怎么办 最后就找出一个理由 就说这个杭站楼啊 由于没有到国家纪委报备 所以他没有权利去建这个楼 那么呢 这个标啊 实际上是个废标 美国公司不干了 很快就起诉到了中院 怎么办 这个院长啊 就有点犯愁 如果公正裁判吧 美国公司胜诉 那么市委书记 要怎么会看待这件事呢 如果裁美国公司败诉 那就属于网罚裁判 最后啊 他想来想去 他就要求法官强行调节 答不成一字就拖着 这个美国公司的态度很强硬 通过北京的代理律师呢 来找这个院长投诉 这个美国公司的代表有点激动 然后就质问他 中国法律的公正性何在 他看到这些外国人呢 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他心里说 我的苦力怎么知道呢 来了脾气 就对这些老外吼道 什么法律 我说的话就是法律 后来啊 美国公司也没办法 就妥协 同意与中资公司合作 按照市委书记的意见 修改设计方案 从此以后啊 他觉得协调案件还很好 不仅可以满足领导的要求 还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同时呢 他有很多想法呀 可以交代给法官 他认为啊 他比法官也聪明多了 虽然他没有学过法律 但是呢 他的这些方案呢 应该说 他认为还是很切合实际的 那么这个院长就开始认职 在他就任院长的第三年啊 这个中院啊 就被评为全国反腐畅联的优秀法院 但是谁都没想到的是 他因为贪腐被双规了 消息传出 法官们奔走相告是相拥而弃 有的法官居然买来了鞭炮 南方宛如宋温神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视频 各位观众朋友 感谢观看